杜特尔特遇麻烦。 美国拉拢不成遭应对恼羞成怒,对菲律宾下黑手。 毒品绝对是社会的祸害,也被世界各国所公认的毒瘤。 而走私和贩卖毒品的暴力让很多犯罪分子眼红不已,挺玩走浅屡屡在各国各地区上演,导致近年来毒品贩卖和犯罪率不断升高。 为了躲避国家追捕甚至毒贩很多拥有手枪等武器,因此打击毒品也是各国最头痛和危险的事情,但为了国家安全和稳定,各国军都挥出重拳,尤其是菲律宾更是在打击毒品上赫赫有名。 菲律宾因为扫毒行动很多嫌犯和罪犯皆存在暴力拒捕行为,遭到警方击毙。 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执政以来,开展了超过9.14000扫毒行动,超过12.3万名涉毒分子被逮捕,其中包括469名政府公职人员,另有4075名前犯被击毙。 不难看出菲律宾毒品的泛滥有多严重,深深伤害了菲律宾人民,杜特尔特的重拳无疑是对菲律宾的拯救。 但此举无疑引来一些别有用心国家的非议,甚至借打击毒品为契机抹黑菲律宾正义之举,拿民主当幌子下黑手打压菲律宾。 4月22日,海外网报道称,针对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7年国别人权报告中对菲律宾扫毒行动的批评,美国发布的人权报告说, 法外杀人现象是菲律宾多年来主要的人权问题,菲律宾政府涉嫌包庇与毒贩死亡事件相关的警察和治安人员。 但遭到非外长卡耶塔诺应对称,非总统杜特尔特自治症以来发起的一系列打击毒品和犯罪行动,其目的正是保护菲律宾人民的人权。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菲律宾有为人民解决问题的负责任的政府。 政府强力打击犯罪,尤其是打击毒品贸易,其目的正是保护人权,防止毒品泛滥。 卡耶塔诺指出,菲律宾不需要那些自认比菲律宾人更了解菲律宾的国家发号施令。 美国明显是在找菲律宾麻烦,很可能是美国在南海拉拢菲律宾遭拒绝和应对导致其恼羞成怒,用人权报告打击菲律宾明显是赤裸裸的报复行为。 最近菲律宾不断拒绝美国拉拢,反而加强与中国合作力挺中国南海政策,无疑是看清美国邪恶本质,不想被坑。 甚至菲律宾应对美国不想做美国的棋子曾直言,菲律宾将拒绝被卷进美国和中国之间在南海可能的冲突,不再允许菲律宾部队参与美国领导的海外行动。 而此前美国就因为拉拢不成对菲律宾是绊子,2月22日参考消息网报道称,路透社发文,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日前出台一份名为世界范围内威胁评估的报告, 将杜特尔特尔特与柬埔寨首相洪森、缅甸罗兴亚危机以及泰国军方支持的宪法一道列为民主的障碍。 而且美国还鼓动国际法庭对杜特尔特进行调查,遭到杜特尔特应对。 人权报告无疑是美国又在拿民主和人权搞事的外衣,意图非常明显拿所谓的人权、民主、自由来坑害各国,菲律宾要更加警惕。 像世界宣扬民主和人权是美国的习惯做法,也是美国除了武力威胁和恫吓以外的另一个杀招。 美国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东欧和中亚大力推民主革命和人权自由运动、大搞颜色革命,导致许多国家经济倒退、混乱丛生。 在中亚等地深受颜色革命的国家并不在少数,如乌克兰、埃及、萨尔维亚、乔治亚、伊拉克、黎巴嫩和席尔吉斯等国都有发生,甚至有些国家被美国表扬取得了所谓的胜利。 美国曾以萨达姆专制和破坏人权为由,不断向伊拉克人灌输民主精神,并发动战争。 现在反过来看看在美国民主、自由下生活的伊拉克到处是恐怖事件,到处是派系争斗,显然伊拉克人并没有得到美国宣扬的民主和自由,也没得到幸福的生活。 美国每年都高调推出所谓的民主报告,拿人权来打压各国,并以此说是制造事端,不是发动战争就是经济制裁,企图干扰他国内政或者颠覆反美政权。 美国此举可谓司马显之心路人皆知,这次针对菲律宾显然也有没安好心。 而美国所主张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并以此唯有策划和支持的颜色革命用事实来看,所有这些国家无异友好光景。 所以美国的举动必须要注意和警惕,不然恐怕又要有一些国家要遭殃。 而菲律宾外长对美国举动的反击无疑说明,美国的阴谋诡计已经被菲律宾识破和揭穿。